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 踢爆了一宗蟹人聽聞的事件 這宗事件發生在去年12月初的一個晚上 有一名大陸的旅客在長沙南站上車 本來她打算搭到深圳北站就要下車 但這名乘客一上高鐵就睡得懵惰惰 結果當然是坐過籠 當她睡醒時已經發現自己身處在香港的西九龍站 正常情況下當然要向職員查詢 究竟如何坐到頭車去她原本的目的地深圳北站 不過強國人的思維當然是獨特 她就決定了自己走回大陸 真厲害 最後她又有一個虛位讓她走到路軌的樹 其實當她一踏足路軌那一刻 已經進入了香港境內的範圍 因為那條路軌是屬於香港管轄的 根據港鐵的職員報料 這個人一路走一路走 走了十公里 直到葵涌的通風口 她就懂得爬上去 一爬上去以後就發現 什麼這樣的情況 是葵涌 於是她就去警署找警察幫忙 這樣才揭發到這件事件 其實這就顯示出 你這個高鐵實在有一個非常大的 非常嚴重的安全漏洞 原來那些高鐵乘客 可以不通過你出入警管制站 然後自己走路軌進入香港境內的範圍 你的關口豈不是名存實亡 而且在這兩三個小時內 當乘客在路軌走的時候 竟然來回那麼多高鐵班次的司機 好像是一無所知的 好像是看不到的 起碼沒有人上報 然後那個人一路走 如果他走到香港境內 他不是去找警察的話 他可能在那裡長住 你就不知道 對不對 這件事就變成神不知鬼不覺 這是到底什麼的安排 港鐵真的有必要修補這些漏洞 本來人家說反對一地兩檢 你又說沒有問題 沒有漏洞 現在就有了 而且還走到葵涌 所以你就很難避免有些市民去想 喂 究竟會不會有朝一日被人送中 都不知道 高鐵的沿線有這麼多通風口 還有一件事 這個故事也是引證了 在831當日 大家記不記得有個說法 就是當那群速龍 進入太子站的月台 跟著有一群手足 他們沿著地鐵路軌 走去其他地鐵站那裡 就是逃跑的 這個說法 我覺得可信性又提升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人連行高鐵路軌都可以 走普通的鐵路軌 而且當時已經是封了 沒有車走 更加可以 不過那群人的下落去了哪 目前來都說 仍然是一個謎團 好 跟著就想說一下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自從他昨天在財政預算案上 宣布向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回稅一萬元之後 立刻就成功分化到香港市民 為什麼呢 是有數據證明的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即時民調 顯示得出 陳茂波的民望從谷底反彈了17分 而且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更加只錄得陳茂波任內的新高 我們一起分析一下那些數據 究竟哪些群組對於陳茂波的評分 和對於這個財政預算案的評分 是比較高呢 首先講一下這個調查機構 有些人說這些民調不可信 這個民調是可信的 因為民調是由中庭耀教授負責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來進行 我想只是中庭耀這個調查機構 都已經值得市民來相信 就不能說看到那些數字不漂亮 就說是假的 好了 我們一起分析一下 到底哪些群組 對於這份預算案和陳茂波本人 是評分最高的呢 首先從年齡層來分析 月年長的人給分就越鬆手 50歲或以上的人給這份預算案有62分 比陳茂波有53分 但是18至29歲的青年 比預算案只有38分 比陳茂波只有27分 大家看到這個分野了 那個評分是差一半的 好了 接著就到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 比分數越低 但是小學或以下教育程度 比這個財政預算平分是71分 但是大專或以上只有41分 大家看到差別了 而比陳茂波的分數 小學或以下就給65分 大專或以上就給30分 差一倍有多 好了 接著社會階層方面 這個反而不是這麼大的分野 因為無論是中層、上層、下層都好 大家的評分基本上都是很混亂的 所以主要來說 就是年齡越高 和教育水平越低的人 比這份預算案 和陳茂波的分數 就是越高的 為什麼呢? 很明顯就是 特區政府用這1萬元 是成功的 真是籠落到一些民心 這個是客觀事實來的 因為從那個數據 真的這樣反映得出來 數據就不會說謊 其實這個特區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 在玩期望管理就玩得非常成功 這一次是玩到出神入化 將那個財政預算案的討論 就聚焦了在到底是否回水 用什麼方法來回水 回水多少錢 大家就開始在這裡討論這些議題 當然就是長時間來討論 政黨一起要求他要派錢 當他這個財政預算案真的推出來的時候 他就在這個預算案當中 放了很多他自己的私貨 放了他自己的要求想做的事情 結果當這個財政預算案宣布的時候 全體的市民就聚焦了在那個派錢身上 他到底怎樣派呢? 用什麼形式來派呢? 什麼時候才可以申請到呢? 什麼時候才可以真正落到自己的袋子呢? 大家就聚焦在這些問題上 事實上有一班人忽略了 這個財政預算案當中 原來還滲集了很多其他的開支預算在裡頭 而事實上這些議題 對比起回水一萬當然是沒有那麼貼身的 所以就使得部分人的關注程度降低了 現在非建制派就進退圍谷了 他們就不停要求這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將回水一萬抽出來獨立表決 加快表決 但是陳茂波今天就已經說了一件事了 他就說警隊增加人手和裝備的要求是合理的 因此是不會考慮抽起任何項目 在立法會分開表決 他那個態度很清晰的了 他就是要讓你踏你踏 他就是要使你進退圍谷 他就是要使你面對這個兩難的局面 就是變成左右不是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在這個財政預算當中 去到表決的時候 如果你投反對票 那些建制派就有委入了 就說你反對派錢一萬 他當然就不會提 這個財政預算其實是捆綁式投票的 所以你這個非建制派就要加緊輿論機器 向市民解釋 包括向那些比較年長的人 和學歷水平比較低的人 你就要主要針對這兩個勤組 向他們解釋為什麼你們要反對 如果真的反對這個財政預算的時候 否則就很大劑 建制派就會用這個作為藉口 就說你反對派錢一萬 但當然大家都知道 就算他真的全部非建制派 反對派錢也好 都只是一個表態而已 他們連無大事都得了二十多人 根本上過不了半數 就算他們全投反對票 這一萬元都是代硬的 而那些警察增加預算 也是僵局 好了 但是如果這一班非建制派 走去投贊成票的話 就更大劑 一鋪過就得罪了那班青年群組 以及就是學歷比較高的那班人 那些人就不肯過你了 到時候你的選舉都不知道怎麼搞 對不對 因為經歷了過去那大半年的高壓統治 再加上警察的濫權濫捕等等的行為 所有的市民其實這些記憶在腦海當中 都是不可亡滅的 如果你現在貿貿然去投贊成票的話 對於這些青年群體 青年群體也是抗爭的骨幹 好了 對於青年群體 對於學歷比較高的人 甚至乎對於心黃的黃絲帶 根本上都是很難去接受 你同意這個財政預算系 因為最慘就是捆綁息 特區政府這次很聰明 搞這個分化其實是大成功 所以波就拋回到非建制派那邊 就看看他們怎麼拆 最好的辦法就是做多些文宣出來 向所有市民解釋得一清二楚 到底你們投反對票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沒理由在道理上贊成 你反對的時候到底你是反對什麼呢 你是反對他的警察開支和派錢一萬 是捆綁起來嗎 你一定要解釋得很清楚才行 如果不是去到選舉論壇當中 只有兩三分鐘時間 其實就有理說不清了 到其實在論壇上面 那些保皇黨一定會大聲疾呼 就說 這班非建制派反對派錢的 將這個反對派錢的惡名 就折到非建制派的頭上了 所以這次一定要解釋清楚 不要這樣虧張 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正如駱主任所說 倘若非建制派能夠取得過半數的話 其實就是變相奪權 所以現在第一波的考驗就來了 就是用派錢來分化你 因此絕對不能夠輕視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